Hello 大家好 我沙纯 俗话说得好 翻剧不能没有龙傲天 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龙傲天翻剧也分两种 一种是要带脑子看的翻 一种是不用带脑子的翻 没脑子的翻除了降制以外 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就比如你不管跳到哪一集都能看得懂 今天给大家带来翻剧 诗格文的最强贤者 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出生就自带文章 文章是决定魔法属性的因素 男主盖亚斯被誉为世界上最强的魔法师 他的文章已经强到极限 没有成长空间了 于是他想要获得最适合魔法战斗的第四文 然后他就光速转世了 男主有多强想必不用我多说了吧 强到自己想转世就转世 这谁比得过 男主转世到了几千年以后 他也如愿地拥有了第四文 这天他正准备去参加王都的入学考试 半路上却遇到了拦路的魔物 他起了一刀秒了 我感受到了深深的贫穷 制作组甚至连打斗的画面都懒得换 到了王都后 男主结识了两个也要参加入学考试的女生 一个灰毛一个黄毛 这黄毛一出现就乱了男主的道心 是他一定是他 因为他自带女主滤镜 三人结伴去参加考试 作为主角小队通过是一定会通过的 但作为男主装兵也是一定要装的 骑士团的团长上前来和男主比试 只见男主突进防御 乱砍接阵刀一气呵成 男主十秒内打出四招 三招击败团长一招沉没了我 这是何等激烈又精彩的战斗 骑士团长弱得像男主请来的托儿一样 接下来是魔法考试 男主所拥有的第四文是吴勇唱魔法 在这个世界上第四文也被称为诗格文 因为无银唱魔法在很久之前就失传了 男主手中缓缓聚起魔法阵 他文章的魔法射程很短 打不到远处的靶子 但有句话说的好 距离不够半径来凑 只要我炸的坑够大 靶子就拿我没办法 就这样男主带领着灰毛和黄毛 成功通过入学考试 成为了王都第二学院的学生 而他的职力也被校长得知 校长找到男主想让他教学生们使用吴勇唱魔法 因为需要勇唱的魔法实在是太没效率了 于是男主开学还没来得及做学生 就先当起了老师 而教学的过程就是男主先演示了一下 然后画面一转 手下的学生就全部都学会了 那个是什么时候教的呢 既然这么简单又为什么会失传呢 在练习的过程中黄毛磨砺耗费的很快 男主见状就叫黄毛来他这补膜 说实话这种补膜方式我不是很认可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男主所在的第二学院和第一学院组织了一场比试 在比试的过程中男主发现了盲点 第一学院中混入了魔族的人 就是他们假扮人类混入了人类社会 并且把吴勇唱魔法搞失传了 这样人类攻打魔族效率就会低很多 男主察觉出问题后 就上前和伪装成人类的魔族打了起来 魔族见男主如此难缠 直接现出了原形 但这样也不是男主的对手 抱歉我是主角 杀你只需要一秒钟 混进学校的魔族就这样被男主杀死了 看到这儿我真的很想说一句完结洒话 你敢信以上才是第一集的内容吗 转世考试收后宫教学生杀魔族 别的番一记的内容被这番一集就给讲完了 快到尝出你想象一集更比六集强 国王得知了魔族入侵的事 特意找了男主前来商量对策 男主表示他分析过了 不出三个月魔族就会打过来 所以他决定要先在王都外面制造一个超大的结界 以防被魔族侵害 国王对男主的决定深信不疑 并把抵御魔族的事情全权交给男主负责 还满足了男主制造结界所需要的所有要求 随后男主在国王的宝库里找到了很多他前世做的法器 正好可以用来制造结界 想到这儿男主一阵庆幸 幸好当年坟被挖了 除了这些东西 男主还去地下城里收集了很多魔石 制造结界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但魔族闲不住先过来捣乱了 男主和灰毛黄毛分开 让二人对付光头魔族 他则是一人对上白毛魔族 虽然现在男主的魔力还不是很浓厚 但他有一招无解的魔法 谁来谁吃亏 那就是反弹 白毛打他他就反弹回去 这架打得一点都不累 白毛一看 我跟你在这儿过家家呢 吃我一魔法阵 男主上前轻松化解 并放出了无数控制球 白毛被男主打得无处可躲 最后被男主的控制球垫到短路 而光头那边就更好笑了 黄毛给灰毛的剑上附魔 被射中的人会行动迟缓 被扰乱魔力 这就相当于一针麻醉打在身上 光头一边追灰毛一边射 中了就会行动直缓 光头把剑拔下来后又追灰毛又射 好好的战斗画面变成了追射拔 追射拔 光头大哥的智商简直为零 别人封证他 他还以为自己身体挺好呢 最后这两个魔族 一个被男主垫死 一个被封证死 就这种智商就别出来害人了吧 真的很丢脸 男主又讨伐了魔族 国王瞬间化身无情的奖励机器 奖励给男主很多迷宫 几人正说着话 男主突然发现有魔族 一抬手就打破了魔族的监控 看见没想打你顺着网线都能打 男主决定前去追击 那个在皇宫里安监控的魔族 不过那魔族距离皇宫很远 男主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交通工具 于是他就找到了 他转世前的手下败将黑龙 黑龙认不出男主准备攻击他 黑龙认出了男主 就是几千年前的最强魔法使 自然是毫无怨言的 就做起了工具龙 黑龙拖着主角小队 很快就找到了装监控的魔族 男主上前与其打了起来 灰毛和黄毛在背后负责放冷箭 魔族没过一会儿就被射成了四位 哦忘了说这箭有毒 魔族被毒得神志不清 最后被一箭拿下 而除了这个被毒死的魔族外 这里还有另一只 男主让灰毛和黄毛 骑在龙身上观战 这一个他来对付就行 另一个魔族伴随着雾气出现 我难以置信 金发双马尾 竟然会以这种形象出现在我面前 男主事先使用了恢复魔法 假装大意被金毛砍断了手臂 实则他是在分析金毛的魔力 这次男主没有用他的无敌反弹 而是使用了致命沉默 什么技能都犯不出来 你说气不气 随后男主砍中金毛 并往他的伤口里 加了吸收周围魔力的魔法 现在金毛不自觉的开始吸收魔力 吸着吸着终于把自己给吸爆了 黄毛见男主没事 直接从天上飞下来 砸到了男主怀里 这应该是本番中 男主唯一一次受到伤害 解决完这两个魔族 男主等人就要回王都了 他还把黑龙也带了回去 因为黑龙是可以变成人类模样的 黑龙转身一变 就变成了一个红毛 没穿衣服的那种 黄毛赶紧冲了上来 捂住了男主的眼睛 男主无语 妈的君子你也妨 男主把龙妹带回了学校 准备让龙妹跟他一起上学 校长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 唯一的条件就是让龙妹参加入学考试 还是熟悉的场地 还是熟悉的板子 龙妹的实力还是有的 但准确率不高 第一发就痛击了我的队友 队友心塞 征服了你个老六 最后龙妹也用了男主那招 距离不够 半径来凑 只不过威力比男主更大了一点 实力这么强 当然是轻轻松松入学了 终于魔族来袭了 黄毛和灰毛带头进行防御 黄毛给灰毛的剑上附魔 再由灰毛输出 但面前的魔族有点厉害 直接就抓住了灰毛的剑 灰毛丝毫不慌 胸台不讲古德 听没听说过 原来灰毛的剑 不仅可以走直线 还可以转弯 最后灰毛轻松利用放暗剑 拿下了天上的魔族 这时男主给王都制作的结界也完成了 魔族一波接一波的来 又一波接一波的被打退 打着打着 魔族这边终于出现大家伙了 男主飞身而起 一剑刺中巨龙的眼睛 再一剑砍中他的脚腕 最后男主利用强化魔法 一招斩下了巨龙的头部 看到这里有观众发现问题了吗 问题就是 这巨龙从出现到死亡 是一下都没还手 他的定位就是一个活靶子 而男主打死这个活靶子后 王都内的所有魔族就都被讨伐完毕了 我蒙了 三个老婆围着男主转 三个问号围着我转 前面铺垫了六级 最后男主打死了一个不会还手的魔族 然后告诉我 剧情告一段落了 就离谱 王都的危机结束后 男主就带着三位老婆 前往其他城市了 因为别的地方还有作恶的魔族 伴随着龙妹的逛吃逛吃 四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城市的领主和魔族勾结 搞得整个城市死气沉沉 男主凭借着自己的人脉 直接向王都要了一纸逮捕令 准备将这个作恶的领主捉拿归案 结果领主早有防备 在家里布置了一众高手 准备杀死男主 男主笑了 高手 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一见清楚 快是快了点 大家就别挑了 搞不好这一个画面经费 就已经超级燃烧了 男主找到了领主 领主却还在嘴硬 说什么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座城市的人都要遭殃 男主最听不得逼逼赖赖 抬手就是一响指 打你就打你 还要挑日子吗 男主顺着领主的最近信件 成功找到了与其合作的魔族 就是这个小红 小红知道男主的魔法攻击距离很短 所以他只进行远程攻击 小红微微一笑 嘿兄弟 看我星座的美甲好不好看 这一击看似威力巨大 实际有烟无伤 面对远程攻击的魔法 男主再一次使用了沉默技能 无效化了小红的魔法阵 男主乘胜追击 一剑斩断小红的右手 嗨不重要了 反正都会被男主一剑砍死 我愿称男主为最强分手大师 解决完小红 男主转身又去别的城市 讨伐魔族了 基本上没人能打得过他 灰毛和黄毛就在一旁混经验 最好笑的是龙妹 他除了吃以外 还有一句口头禅 而除了吃和口头禅 他还有个技能 就是痴呆 总之没有什么用就是了 男主在外调查这么久 终于迎来了和反派boss的最终决战 魔族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 称霸世界 而一直被封印着的反派大佬 白毛也要冲破封印了 战争一触即发 以男主现在的实力 他是打不过的 不过要是能找到他转世前 制作的魔剑 估计可以一战 嘿您说巧不巧啊 这魔剑就在国王的宝库里 白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男主制定了一个计划 他和龙妹在节界外进行拦截 灰毛和黄毛去宝库里拿魔剑 有人拦截就硬闯 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拿到魔剑 说时迟那时快 白毛说来马上来 此时请注意黄毛和灰毛的动向 白毛撕破天空时 二人还在屋顶上站着 白毛出来时他俩还站着 男主这边都已经开打了 他俩还在站着 这两位大姐真的是神队友啊 重任在身还要停下来看戏 我每天吃瓜八小时 都没有你俩敬业 白毛的实力非常强大 他随手打向龙妹 男主释放出多重防御 才帮龙妹挡下这一击 另一边黄毛二人也终于到了宝库 男主说了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硬闯啊 他俩在这和看守的人讲上道理了 看到这一段我直接血压飙升 幸好国王及时出现 让二人拿走了魔剑 两人送剑的道路也不是很顺利 中途出现了很多魔族前来拦截 魔族用无辜的人来威胁黄毛和灰毛 让二人交出魔剑 只见二人点了点头 直接就把剑放到地上了 我的天 虽然人质很无辜 但你俩有没有想过 这是拯救世界的魔剑啊 男主那边还被白毛暴揍呢 我真想对着黄毛的脸上去 就是邦邦两全 这就是我方的神队友 幸亏校长带着学生们前来支援 二人才得以重新拿回剑 交给男主 而男主在接剑的那一刻 却不小心被白毛的武器刺穿心脏 男主凉凉完结洒花 主角当然是不会死的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当中 原来这剑的发动条件 就是使用者的生命 魔剑会复活使用者 并提供巨大的魔力 奇怪的设定又增加了 男主拿着魔剑和白毛打了起来 画面精彩到 我们只能看见天空中闪烁的剑光 最后男主打出致命一击 哇 太染了吧 白毛临死前还和男主放狠话 我一个白毛倒下 千千万万个白毛站起来 我是四大天王中最弱的一个 你就等着被魔族的报复吧 白毛说完就凉凉了 战争终于告一段落 男主还抽空发展了一下感情 送给了黄毛一条他亲手做的项链 剩下的魔族还在四处作恶 男主自然是要前去讨伐 四人小队再一次踏上了征程 完结洒花 这番做的挺好的 下一集不要再做了 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 快 尤其是第一集 感觉第一集就看完了 其他番一整季的故事 这番确实是失智了点 但爽也是真的 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圣母剧情 哦 除了黄毛拿魔剑的一段 我感觉这番不应该叫 施格文的最强贤者 应该叫施格文的最强贤者 和最强明君 国王完全就是最强队友 嗨 败就败在是个老头了 要是个妹子的话 国王就可以跟着男主出去打怪了 看这番的时候 大家完全可以不带脑子 因为其中也没有什么 值得深思的剧情 如果以后还有这种烂番 请务必联系我 我爱看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订阅我 点亮小铃铛哦 爱你们